老婆呀,今天是难得拿过吗 但是今天是难得拿过吗 今天是难得拿过吗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韶老师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款非常漂亮的小短裙 这一款小短裙不但适合小孩 也适合年轻人 也适合我们这些中年人来穿 非常的时尚、靓丽 也非常的好搭配衣服 在打板之前呢 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款式的分析 为什么要在打板之前做一个款式分析呢 是为了更清楚的了解这个裙子的结构原理 了解了之后 便于我们能够更好、更准确的打出这条裙子的板 这条裙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首先看这个裙子的前片 这个裙子收了腰绳 然后这个地方进行了分割 底下还有小裙片 所以它的难点就在这个前片这个地方 不但要进行转绳 进行分割 还要进行放量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条裙子的后片 这个后片呢 它是装了这个隐形拉链的 然后左右两边对称啊 都是收了省的 然后底下呢 进行了分割 做一个小裙摆 这就是整个裙子的啊 一个造型 对这个裙子的款式 我们有了初步的了解 然后我们经过测量以后 就可以得到这条裙子的标准尺寸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打板了 我们先打一个矩形 长度为41厘米 为裙子的长度 宽度为2分之同为44厘米 前片为4分之同为-1 后片为4分之同为加1 将矩形分成前后两片 从上平线向下 18厘米 找到同位线 前片腰围 4分之腰围 加上3厘米的省量 侧边起跳0.7厘米 修顺腰口线 找到腰围的1分之1 做一个长度为12厘米 宽度为3厘米的省 修顺腾封线 这是一条A字群 直接通过同为向下 测量侧边长度41厘米 重新修顺底板线 后片中心线向下一厘米 腰围长度为4分之1 加上3厘米的省 侧边同样起跳0.7 修顺腰口线 同样的方法 修顺撤缝线 通过同为直接向下 长度为41厘米 修顺底板线 找到后腰围的1分之1 做一个长度为13厘米 宽度为3厘米的省 后片底板平行向上10厘米 做一条分割线 下面进行分割以后 是要做一个荷叶边的裙摆 我们是要剪开进行放量的 腰口线平行向下3.5厘米 这个是我们要截取的腰 后片也是同样的方法 平行截取3.5厘米 省收掉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弧形腰 重新拿一张透明纸 将前线下部分的板给它扩下来 下面我们要打整个的板 所以将这个透明纸对折 画出腰口线 撤缝线 底板线 以及整个的省 我们都要扩下来 将整个的纸打开 我们要将前片整个的板给它扩下来 鱼 拿起来 鱼 乡 就这样 我们要用来 鱼 鱼 要用来 然后 再用来 我们需要用来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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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侧缝线向下4厘米 右边的底板向上10厘米 我们要通过这两个点做一个弧形分割 找到群中点 通过这个点在这条弧线上找到一个是3厘米 我们将板对折 将刚才画的弧形线给它扩下来 打开透明纸将刚才画的线对称过去 这两条弧线是等长的 我们再通过刚才找到的13厘米的这一个点 与左边的底板画一条弧线 这是前片下面的荷叶边 这个板最后我们还是要将它扩下来进行分割放亮的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荷叶边 这个荷叶边是左右两边对称的 我们只需要打一半的板就可以了 另外的一边对称过来 整个裙片的板就完成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条裙子的内部结构 也就是礼部的处理 这个板要怎么样打 喜欢小勺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赞赏关注与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